漂浮动画 水盆自背 300毫升烧杯 滴管 黑色白板笔 玻璃镜子自背 使用白板笔在镜面上绘制图案 绘制完成之后 使用滴管在图案周围滴加清水 直至清水完全没过图案 使图案漂浮起来 注意 滴加清水时 要把握好滴加的速度 滴得太快 会将图案冲散 并且尽量不要直接将水滴到图案上 然后将镜面上的图案 轻轻放入水中 方法是 先将镜面一侧 微微倾斜入水 然后慢慢使水没过镜面 等图案漂在水面上时 将镜子抽出 抽出镜子时 可以先轻轻吹动图案 让图案远离 再将镜子抽出 也可以在绘制完成之后 直接将图案放到水中 注意 重新绘制图案时 需要先将镜面擦干 实验原理 白板笔的墨水中 还有一种可以降低 墨水与输写平面附着力的东西 叫做玻璃剂 玻璃剂一般是一些油乎乎的物质 例如液体石辣或是纸类 玻璃剂可以在笔记和输写表面之间 起到隔离的作用 阻止笔记与输写表面紧密结合 因此在被水冲或是被擦拭的时候 笔记就会很容易脱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